OK 當然這次最主要我們這個議題 也來自於10月份的Option雜誌的封面 這個雜誌的封面吸引到正國了 結果我們探究之下 原來它是有影片的 這個影片還是在網路上相當受歡迎 小慶可以稍微介紹給大家一下嗎 這次我們雜誌很難得 透過這個美國DC版鞋 Ken Block本人的授權 我們跟他要到了這一段 他在網路上YouTube 已經有超過破千萬人次 這段金卡納的第二集的賽車影片 OK 我們講說DC版鞋的創辦人 Ken Block這個人 這個人我們先介紹一下 大家如果介紹 知道這個DC版鞋 很多年輕人都知道 包括你看我們這邊的帽子 我們是常常穿的T恤 在版鞋啦 在這些運動服飾方面 是相當有名的一個公司 那這個他是創辦人 叫做Ken Block Ken Block他在1994年 跟好朋友一起創辦 這個DC的shoes品牌 他們經過一段時間 很快就在美國的滑板 或是衝浪運動這個領域 打響知名度 而且他現在已經 又有億萬身價了 對 他有億萬身價 不過觀眾朋友在聽說 鄭國你是不是在幫這個DC打廣告 其實不是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今天吸引到我們的焦點 就是他這個創辦人 Ken Block他做了一些很多的創舉 我們說他不光是說 這個知名服飾的一個創辦人 他是擁有億萬身價的這樣一個財產 他不安於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他自己其實很勇於嘗試冒險 尤其是汽車活動的一個部分 對 因為當初他們是從企業 這個DC的贊助 美國的極限賽車運動開始 慢慢他認識了這些車手以後 因為他本身也是從滑板 運動開始的一個年輕人 他對這方面運動也非常有興趣 然後在2000年開始陸續贊助這個賽事以後 他就開始迷上了所謂的賽車的Rally 極限運動 然後因為他有很好的人脈 這個贊助商的資源 所以他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 在這個賽車界打小 請問我們講到滑板 很多人從事這樣所謂的極限運動的部分 所以說他本來本身就具備 這極限運動的一個 運動選手的一個底子了 對 算是非常有底子的一個人 所以他開始慢慢來接觸汽車 對 那玩汽車玩汽車 他不是就玩玩而已 玩汽車玩到反而讓大車廠注意到他了 他在2006年的時候 就受到這個SUBARU AMERICA 就是北美SUBARU原廠的贊助 把他簽約了 他變成了北美SUBARU的場隊的車手 這個其實很難得 因為他這麼短時間之內 他畢竟不是從小或從年輕開始 投入賽車運動 所以表示CAMPRA他本人對這個賽車 算是稍稍比一般人具有天分 他能夠受到場隊的賞識 這很難得 他長得什麼樣 他是戴帽子那個 長得很帥耶 我們說他有點像美國那個隱形 亞歷山主Alexander 他本人也滿和善的樣子 滿和善 還是比較有喜感的感覺 比較親切感 比較有親切感 OK 就像陳吉祥曉雲講 42歲了 他已經42歲了 而且他加入這個所謂的賽事的活動 而且就是在不遠的一個年紀 不是很年輕的這個年紀 他就從事一個相關的賽事的活動 相關賽事他也得獎不少 他從06年加入場隊以後 他在美國當地的 美國Rally 或是像一些 比較地區性媒體辦的 像這個Gumbo3000的 就是所謂的超跑Rally 還有這個One Lab America 這個美國的 繞一圈 所有賽車場的比賽 他都有得過不少的名次 OK 你講美國繞一圈 這個就是他們參賽的車子 對他們這個活動叫做 One Lab America 就是說把美國 大概有將近六到八個 比較知名的賽道 各改裝廠都派出一台車 去做單圈 來做這個比賽 所以他們講 繞美國一圈 One Lab of America 剛剛講美國繞一圈 是非常白話 我們有台灣繞一圈的這種紀錄 不過像這種賽事 我看他們的賽 他們的車子 即便是蘇巴魯 站住的廠車 在他做這樣塗裝的過程當中 他跟人家長得不太一樣 他比較顯眼 對 因為看不到他本身 他不是賽車手 也不是運動員起家 也不是念商科出身 他本身反而是做這種 美術廣告設計的 專門的畢業學生 所以他對視覺的包裝 非常的擅長 那我想這個是DC 這個鞋子 能夠在這個潮牌界 迅速串偶 他算是一個最大的功能 實際上他們大家也是 魚幫水水幫魚 他參加這樣相關賽事 其實他DC的Mark 我們剛剛看到 也都在這上面有出現到 這個是參加拉力賽 對 這是美國拉力賽事 美國拉力賽事 我們剛剛講過 一個億萬升價的企業創辦人 他去從事極限運動 然後他又再去從事 所謂的拉力賽 這些所謂的賽事的部分 他的成績到底怎麼樣 不過剛剛大家看到 那個介紹他人的時候 他已經看到他拿了一個銀牌 對不對 對 他這個銀牌是在07年內 我們剛剛看到 那個是他跟 一位很有名的WRC 遺固的車手 叫做高蓮麥華 Colin McRae 他們那時候參加的是 極限拉力 那我相信有些國內觀眾 可能在運動台頻道 也都有看過這個比賽 這是屬於場內的極限運動 那另外剛剛有看到 這個在沙石路上 這個Impreza的畫面 就是正規的美國的 當地的 區域性的賽事 OK 像他這個是銀牌對不對 拿到銀牌 2007年的時候 第十三屆的 X-GAME Rally的銀牌 他有這樣的一個紀錄 而且05年他出參賽的時候 就獲得 美國夜野錦標賽 年度最佳信然獎 對 所以他隔年就被常隊正式簽約了 隔年就被正式簽約了 像屬於他們都有X-GAME 這個在美國算是 什麼樣的一個賽事 這個是第一次 把Rally Car放到X-GAME 但我們聽到X-GAME 第一個想到就是像 直排輪 或是這個BMX 越野車 或是這個滑板 有一點極限的感覺 那在那個時候 05年那個 ESPN辦了X-GAME的活動 第一次把Rally Car融入去了 當時造成轟動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的照片 我們先講一下好了 07年的時候 越野車跳高飛越大賽 這個又是另一個CAMPLA話題的紀錄 OK 這個紀錄可以告訴大家 他參加Discovery電台 他做了一個所謂的Rally Car 跳高的世界紀錄挑戰 對 他成功創下 當時的紀錄 是創下110英尺 換算過來公尺 大概有50公尺高 他開了這台出發路 他那個是171是不是 對 171英尺 那換算公尺是50公尺 相當驚人 這個車本身的改裝強度 跟駕駛的膽識 都要配合相當好 小群這個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 汽車界的極限運動 好汽車界的一個極限運動 那剛剛講X-GAME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再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把Rally的這個 跟極限運動的一個模式 大家互相整合起來 做得一項賽事 對 他就是把賽車已經 其實就是追求極限 所以跟這個X-GAME 是相當吻合的一個運動 他只是把它做得更華麗 因為以往的運動 可能是比較簡單的 像腳踏車滑板這些 那現在加入了這個 汽車的這個元素 他們希望把這個活動 更向外多元化的擴張 其實在台灣有沒有 台灣好像就沒有這樣子的 台灣其實還是只有 像早期的極限運動 就是像比較基本的腳踏車這方面 對賽車的還沒有辦法 賽車方面 我看應該都是要找一個 很大的場地 其實在台灣 或許也受限於場地的一個 所以說大家在這方面 可能看的不是這麼多 但是沒有關係 今天我們請到小群 也藉由他們這次 10月份Option Bay的一個 雜誌的介紹 在這個主題的介紹當中 我們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全球點閱率相當高的兩段影片 我們待會幫大家介紹 好 至於小群說 我們這次這兩段影片 其實它跟所謂的金卡納這個 有關係對不對 那這個CAM他是怎麼接觸到 這個金卡納的這個部分 他當初其實是在08年 去年的時候 他原本第一次接觸到 有個日本的媒體 在美國辦了這樣的活動 他第一次接觸 本來要準備改一台車去參加 因為他覺得蠻有意思的 跟他以往的Rally 或是這個極限運動 完全不一樣的領域 對 他就決定要做 跟那個蘇巴路場隊合作 做一台要來參賽 好 那時候就準備要做了 對 然後這個場隊支持他 支持他 他贊助商也都做好 然後車也都完工 但是臨時到年底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活動被過取消 OK 我們要看這兩段影片 之前呢 其實我們還要再幫大家做一下功課了 那什麼叫做金卡納這個賽事 我們一般的觀眾朋友 他可能不是很清楚 這是發源自日本 對 這個金卡納其實是一個日本 他們的一個發音念法 那國內在前兩三年 也都有辦過類似的活動 他其實就是因為很多地方國家 因為欠缺賽車場標準的軟硬體設計 他只好再用一塊空地 用很簡單的一塊空地 只要面積夠 然後放錐桶 來排出一個所謂的Course的路線 就可以辦一場比賽 這就是叫所謂的金卡納 所以一般我們看到像周伯雄 還有這個豬場王子 還有這個甩尾大王的這些 有一點類似 但是那還不是正統的金卡納 那不是正統 因為正統的金卡納 不一定每個彎都要甩尾 那不見得對他的這個路線成績會好 所以說他們那個比較類似一個表演 對,所以CAMBLA就是把金卡納跟Drift 甩尾做一個結合 他把這邊全部結合在這個領域 對,結合 而且他這個來自於LALI的這個賽事的經驗 對,他把他所有都融入在 所以說把這些 我們講原先在金卡納的部分 他可能就是靠這幾個追統 設定了幾個狀況 來設定出所謂一個路線 讓大家在這邊比賽 他們比賽算是比賽 有比像甩尾一樣 比賽動作漂亮 沒有,他只是一個很單純的計時而已